東方日報報導 房委會公布最新未來5年 供應房屋落成同供應量預測 截至今年9月 房委會及房屋協會 在2023、2024至2028、2029年度 將分別供應124,000個 以及17,800個各類供應房屋單位 整體數字比上一個10年期 增加大約13,000個 有房委會委員說 未來重點落成地區集中在 例如是東涌、古洞等新發展區 預料在落成量增加 加強打擊濫用公屋的情況下 最新鼓勵生育政策 未必對公屋輪候造成太大影響 文匯波波 香港夜賓分焦點活動的灣仔海賓藝遊芳 最後一輪沉入起一連三晚舉行 介入萬聖節元素 除了正門入校擺放了萬聖節打卡位之外 現場更加設有不同的萬聖節主題裝飾 吸引不少市民和遊客到場 有售賣湯包的當主認為 萬聖節主題活動可以吸引人流到夜市消費 不過指出主辦方的配套措施並不足夠 特別是在水電方面 未來會再考慮會不會參加同類市集活動